我怎样介绍男生的小鱼 其实她真是顺盼 大家都说她什么圈中 隐形妇婆小妇婆 我给大家知道是健的 对不起女人 以前有 很多年之前 我唱小鱼罗思考 你看她的样子演到这样 是不是很难得 但是观众都会忘记她的样子 这个就是她的演技 我们三个想在一起 其实那好像是我们第一天开工 但是那个感觉就是 我都要想着 想着小鱼也算了 也不是很舒服 还想着个男生 还是马明比我更高 你想想那个感觉是什么 所以但也OK的 就是我们尽量去投入那个里面 你尝不尝马明老师弟 当然尝了 有什么不尝他 对不对 其实谁老我觉得都无所谓 因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都不关我事的 我怎样介绍男生的小鱼饰呢 首先她很喜欢蓬鱼的样子 蓬鱼的那么英俊 怎会喜欢她这么特别的样子 我没有说她丑 是特别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 身材比例又好像算挺好 如果以这样的 下鼻族的比例来说 应该算好 她的脚也算长的 你拆开你看是长的 你没有放在一起 那性格又好 对不对 虽然她有的时候比较 可能年纪多万元 有少少婆妈的性格出来 但是也是好人来的 很单纯的一个女生 其实她很容易开心的 真的 大家都说她什么圈中隐形富婆 小富婆 我给大家知道是贱的 你想想有一层楼扎手的了 刚才还有两只这么有趣的狗 还有一辆车 哇 喂 夫妇何求啊 还有你想想 小小的 样子又清纯 我都希望她可以找到一个真卫 因为 嗯 对了 她就来五张了 那怎么办 哈哈哈哈 其实她真是顺盘 如果小二网要我 我会不会要她 是吧 那我又不是慈善家来的 哈哈哈哈 对不起女人 以前有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自己都觉得 很后悔 有什么事要忏悔 我想和我妈妈忏悔 是的 就是我会觉得 以前我会觉得很烦 经常在这儿 你不要碰你 你应该碰你 我真的觉得很烦 但是呢 现在想回去 其实她说的也是对的 其实我应该拿多些钱给她的 但是我那时候就已经 没失做了 就是我觉得很稳定很容易的嘛 这个月 月头又又又 月中又又 下个月又又又又又又又 所以就觉得好像 洗钱很容易就不会觉得 哎呀不要紧要了 下次才给 下次才给啦 但是经常都不记得给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 我对她是 哎呀香港这十五年 我究竟 拿了些什么给她呢 是的 真的令我想惭悔一点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